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方块字都是很多笔画 除了一字一 只有一横以外呢 其他都是两画以上 就是几十画 几画的笔交叉在一起 怎么样构图好看 这就是一个解体的问题 解体法 解体法 也叫小章法 也叫小章法 我们这里边有一句古画 叫做以白济黑 这画的这个字呢 这个好多人不知道 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 通常犯一个毛病呢 这个眼睛啊 老盯了这个黑道道 这个字的这个黑道道 盯了这个黑道道 他就不去故意看这个白空空 其实白空空也是字的繁残 也属于字 该留的白空空必须留够了 留够了 你这黑空空 黑道道就画得准确 如果是该留的没留 不该留的留多了 说明你这个黑道道 画的位置不对 你这个黑道道画的位置不对 那个字肯定难看 肯定难看 解体法里边也可以分这么两大类 两大类 一类呢 属于这个独体字 一类呢 属于合体字 大体是这么两类 你不管它四万八千字 你把它归类就这么两类 一个是独体 一个是合体 什么样叫独体 什么样叫合体 下面我再说一下 你比如说那个狮子 这就是个独体字 它不是什么别的部首组成的 这个人就是个独体字 你不能拆开 拆开不是字 那个五 那是独体字 心是独体字 水手生七 这都是独体字 包括B 等等 这个要很多 这叫独体 什么叫独体字 这是独立成为一个字 它不能拆开的 它不是部首组成的 这是独体字 这是我们中国汉字里边呢 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的 这个 那么独体字呢 在解体的时候 大体上又掌握这么三条 一条 要把那个重心掌握好 方块字呢 方块字有一个中心 有一个中心 这个重心 这个重心必须掌握好 不能歪斜 第二个呢 笔画之间 那个疏密关系要匀称 疏密关系要匀称 要匀称 不能密得特别密 疏密得特别疏 要摆得匀称 这个第三条呢 穿插 笔画穿插要得体 就是要从美的角度上考虑 穿插的也得体 比方说写一个星字吧 写一个星字 这个穿插的时候 你就必须注意它 怎么样才能美 简单说呢 这三点的位置 点必须是放下一点 中点 必须是放上一点 点 它的位置最高一点 那么左点和中点之间 必须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 要能容纳这个星字 这个花钩 这个起手部分 如果是它两点 靠得太近了 把它的位置占了 这个字很那个 非常难看 那么写这个 弯钩的时候 单独一个星字 这个弯钩 不能写得太斜 小孩子写字 不会写的 它就这样 那很难看 必须啊 拖 一个椭圆 一个晚上拖 这样收得比较紧 摆布呢 比较匀彻 合乎这个书法 美的要素 那么人家看了以后呢 就舒服 这个星字 就是这么写 当然了 风格还不一样 言字写星 欧字写星 照字写星 各有不同的特点 但大体不离其中 如果把这个星字 要改成一个弊 中间要加一笔 加这一笔 那你就要做 适当的变化 做适当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 那个斜钩入笔 斜钩那个入笔 必须要向下沉 你就不能往上拖 这个往上拖 这个就往下沉一点 刚才讲完了 星字怎么写 如果星字变成笔子 再要加一笔 你不能在现在这个星字里边 这么加 这么加难看 那怎么办呢 原来星字 这四个笔画 必须做相应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斜钩入笔 这个地方 必须往下沉 往下沉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这个中心点 同出位置 因为中心点 现在不是在中间了 在这了 在这里以后啊 如果你这个和它顶着 能看 所以它必须往下沉 为中心点 同出位置 这是第一 第二条呢 中心点 必须向左边移 原来在这了 必须放左边移 那么 而且往上边一点 落成高处 目的是什么呢 为这个起支撑作用的 这一撇 同出位置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呢 这个左点 左点呢 也必须向左移 就是要向左边移 移过来 移过来一点 向左边移 这个 还只是要向上一点 向上面一点 围这个斜撇呢 这个要腾住位置 围这个一点 必须呢 稍微向下沉一点 那么为这个斜撇呢 这个入笔 这个入笔 腾住位置 就是说呢 这个变化啊 必须和这个撇 对这个撇 要给它腾出一定的位置来 为了腾位置 那么这个三点 都必须做一定的变化 而且是这个钩呢 这个尖 必须往下沉一点 这样才能够啊 使这个撇呢 有一个安适的感觉 如果仅仅是在原来的心思 那边撇一撇的话 那不就是打架了 和它打架了 那就很难看 这就是讲啊 这个解体啊 好看不好看啊 合理不合理啊 这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讲的独体字 要掌握三条 一个是掌握重心 一个是苏密云称 一个要穿插得体 这个举例子呢 举了一个心 举了一个比 它们互相之间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 我再讲讲合体字 合体字 什么叫合体字 合体字呢 就是 有很多两个以上部首组成的字 三个部首 四个部首 甚至七八个部首组成的字 这叫合体字 各种部首 合在一起 叫合体字 你比如说那个响字 上面就是个香 香下的香 底下这个音 是两个字组在一起 像这类字比较多 这类字比较多 这个我们中国字啊 有很多是用编盘部首 组成的 这叫合体字 写合体字的时候呢 除了应该掌握 刚才独体字里边 这三条以外 还要特别注意呢 各种部首 合在一起 它这个结构的配置问题 这个结构配置啊 那很有趣味 那么呢 我就可以分呢 这么 几种结构形态来讲 一种结构呢 叫做上下结构 从上往下 你看这就是上下结构 上面是香 底下是音 就是上下结构 这个上下结构的话 要求什么呢 要均等 香字和音字 都一般长 上下有均等 你看那个盖子 上部分和底下部分 要均等 以上部分和下部分 要均等 这是上下结构 啊 和底字里边呢 还有很多特点 你比如说上紧下松的字 比如说这个桌 它上面比较紧 底下是一横一竖 底下比较松 这就是啊 靠上不靠下 紧上不紧下 啊 那个缝 缝成的缝 也是上面紧 底下比较松 就是紧上不紧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这样结果比较合体 如果倒过来 你把下面写的很 这个很短 上面写的很长 那肯定很难看 那个桌子你不可以换一下试试 你把那个底下那个腿写的很短 上面写的很长 这个字很难看 好有一种字呢 就是上面小底下大 你看那个蓝 上面这个山 底下那个风两边甩 底下宽于上面 那个路也是在那里 上面比较窄 底下比较宽 这个还有呢 是这个上宽下窄的字 你比如说宫殿的宫 上面那个宝盖比较宽 底下比较窄 还有呢 是下面宽 上面窄的字 你像这个一 盖 这个是下面宽 上面窄 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字呢 要避免雷同 避免雷同 虽然不守基本差不多 你比如说这个仓 上面是个日 底下是个月 笔块是一样的 那么写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上面写的小 底下要写的大 那个盐 上面是两个火落起来的 那么上面那个火必须小 底下的火必须大 有些字呢 上一下笔块差不多 但是呢 在构图上 应该是上面小 底下大 仓就是这样的 盐 两个火 那么上面的火要小 底下火要大 如果相反 你把这个仓字 上面那个写的很宽 底下那个日子写的很小 那个非常难看 那个盐也是在那 上面写的很大的火 底下写个小火 难看 那个多也是在那 两个席子落起来 你把上面那个席子 写的大大的 底下写个小小的 那也非常难看 那个只要是两三岁的小孩 写字就是个样子 真正的做书法 那是不应该的 这就是解体问题 这是讲的一种结构方式 叫做上下结构 第二种方式呢 叫做包围结构 中国字有很多 外形是包着的 你看那个图画的图子 这是一个大包围 四面包 就是包围结构 这叫全包 刚才讲了 我把这个宽写完了以后 在写里边 里边最后关门 这是全包结构 还有呢 三面包 你看那个同质的同 左上右三面包 下面不包 这是三包字 三面包的字 还有一种三面包 你看那个乎 这边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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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包 这个也是三面包的字 另外呢 还有一些半包的字 你比如说垫 就是上 左包 度 上 左包 它是半包的字 像这种解体 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这是包围结构 那么第三个呢 是左右结构 部首呢 是左边右边 合在一起的 并行的字 你看那个手 多里多 这是一个部首 这是一个部首 两个部首并行 那在构图的时候呢 怎么写呢 写的时候啊 那个褶子就要写得高一点 这个耳朵呢 就往下沉 这样好看 如果不是这样 把那个褶子写低一些 把那个耳朵写高一些 那看得特别难看 那个街道的街 也是在那里 这是啊 三并的字 一个部首 两个部首 三个部首 三个部首 并行的字 那么呢 这个左边的部首啊 又写得长一点 那么中间那个部首呢 就底下有空 上面高一点 没关系 右边的部首 必须往下沉 如果都写得一般齐 很难看 如果把右边 写高一些 更难看 嗯 那个书 嗯 这个呢 也是并行的字 这边一个部首 这边一个部首 是并行的字 但是呢 这个必须采取啊 这个 右让左的办法 右边又让左边 左边要高 要长 要突出 嗯 那么右边呢 要往下低 要小一点 但是 这样的这个位置啊 宽度是一样的 只是高 还不一样 这样好看 嗯 另外还有一种是 左让右 啊 左边让右边 左边小 右边大 左边小 右边大 啊 还有这种字 左边要小 而且要往上提 你别那个 针 针领的针 那个山字 它要写小些 而且往上口 你不能够写的中间 写的中间难看 那个比喻的鱼子 有一个口 那个口呢 也写的小一点 也得往上靠 啊 写大了 或往下靠 都不好看 啊 这是左右结构 这种左右结构里边呢 还有一些 比较简单的字 啊 比如说 灵 竹 雨 飞 门 啊 这个呢 也有一个互相让的问题 啊 你比如说 那个铃子吧 两个木并在一起 那个左边那个木 必须让右边那个木 啊 第一呢 它要写短一点 第二呢 左边那个木 那一纳 只能用点来代替 你不能写一纳 啊 左边那个木 要写一纳的话 那么右边那个木 没地方白了 啊 那个撇 撇过去以后 两个交叉在一起了 互相打架 非常难看 所以呢 左边那个木 一点在那 这就是让那个右边 那么右边那个木呢 要写的高一点 撇写的长一点 那个竹子的竹也是这样的 啊 两个笔画都是一样 唯有左边 必须写小些 右边要写长些 羽毛的鱼 也是 左小右大 飞 左小右大 门 左小右长 这种结构方法 比较漂亮 下面再讲一种 是挪浪结构 挪浪结构 有些字是挪位的 啊 因为那个胸脯的胸 啊 胸怀的胸 胸怀的胸呢 那个月 那个肉子旁啊 是在左边的 啊 那个胸脓的胸啊 是在右边的 啊 就我们这个凯书里边 是这么做的 但是呢 在行书草书里边呢 他把那胸写在上面 把那个月 把那个肉写在下面 这就是挪位 挪位结构 这个在书写里边 像这样的字啊 还是不少见的 比如说舅舅的舅 舅舅的舅 舅舅的舅呢 那个舅子 下面那上面那个舅 这个东西 应该是在上边 这边那个男人的男子 应该在下边 这是正常的写法 凯书是这样的 但是在行书草书里边呢 他把上面那块写在左边 把这个男人的男人写在右边呢 而且写长期 这就是挪位结构 另外还有一种补点结构 你写那个绳 绳太子绳 写完了以后呢 这边补一点 补一点两个意思 一个是中间那些横 把它拿出来打一点 有的时候中间那个横 不拿出来 他也打一点 他故意把中间那个树呢 斜了斜 斜了斜以后 这边空了怎么办呢 一点旁就 这是构图上的需要 你看那个墙壁的壁 墙壁的壁呢 底下是个土 没有这一点 那么在构图的时候呢 他往往把这个土啊 往左边斜 然后呢 从右边往上提 做一点 这种配置呢 比较俏丽 还有呢 这个笔块本来就有 有怎么办呢 他把这个位置给它变 因为这个道 道来的道 一个字加一个利刀 那么草书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字字写完了以后 把这个利刀 用这个钩来代替 那里面那一小树怎么办呢 他搬到外边来打 叫做外补点 这是补点话 叫外补点 这个 合体字的接体方法 有上下结构 包围结构 左右结构 挪位结构 等等 下面呢 我讲第八点 就是灵铁法 那么我们讲了笔法 我们讲了笔顺 我们讲了结构 那么你怎么才能把字写好呢 还得灵贴 灵贴 因为我们啊 这个 中国文字发展好几千年了 历朝历代啊 这些个书家 经过这个仿佛实践磨练呢 他们写了 写出了很多精品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通过灵铁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所以这个灵铁啊 是学好书法的一种最洁净的办法 那么怎么灵铁呢 灵铁啊 大体上也分这么两个阶段 我经过这么较长时间的琢磨啊 我觉得啊 这两个阶段是 还是要经过的 我把它概括成四个字 叫做灵力变创 灵力变创 灵是灵贴的灵 力是立得住的力 变是变化的变 创是创新的创 叫灵力变创 这呢分两个阶段 灵和力是第一个阶段 变和创是第二个阶段 灵和力 是通过灵贴 改造自己的手 把字写好 才能立得住 这两个阶段时间都比较长的 那么两个阶段里面呢 都要贯穿一个字 灵 第一个阶段要灵贴 第二个阶段也得灵贴 第一个阶段怎么灵贴呢 我们讲真灵 叫真灵 这个真不是真假的真 但什么讲呢 这个真灵啊 就是灵贴的时候啊 要灵得越像越好 认认真真去灵 一笔一画去灵 通过灵贴 要了解它的规律 掌握它的特点 真正把人家的东西要学到手 就叫真灵 所以呢 要求是越像越好 甚至可以乱真 那么方法呢 方法就是专攻一门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通过这种专攻 来去掉旧席 尤其是我们成年人 你这个没有灵贴之前 可是年龄是在增长的 你在增长年龄过程当中 你是每天写字的 每天写字并不是灵贴的 你是随手体 这个随手体不是书法 而且呢 很顽固 很难改 如果你要学书法的话 你就必须要改掉 这个旧的习惯 怎么改 就是通过灵贴 通过灵贴 来改造自己的手 把自己手上 那个原来形成的那种 固批 那个旧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彻底甩掉 才能够把贴上的东西 去到手上来 所以目的呢 为了去掉旧席 打好基础 那么这一段 争灵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就是继承 做继承的路 就是继承我们前人的东西 灵贴嘛 无非就是灵古人的东西吧 就是一个继承的问题 那么这一段 打了基础以后 字已经写得比较好了 这个可以立得住了 你还不能停止 就得继续前进 又进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变化创新 变化创新的时候呢 你还得灵贴 刚才讲了 两个过程都必须灌成一个灵子 那么这个时候灵强调什么呢 有异灵 什么叫异灵呢 异灵就是把贴放在跟前 眼睛烧了那个贴 手里在写字 我写出来那个字呢 既有这个贴上的东西 也有其他贴上的东西 也有自己平时呢 磨练当中啊 自己觉得某些长处 揉在一起 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呢 要求是又像又不完全像 异灵 异灵的特点就是这个 又像又不像 你刚才我就 一会儿啊 我也灵了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异灵 就是又像又不像 这个 而且呢 这个时候不要去专攻了 专攻英文了 而是 博采重场 就像蜜蜂似的 什么话都采 只要是蜜都采过来 为我所用 就是广收博采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寻求新路 通过不断地摸索 不断地灵贴 不断地博采 来摸索一个新的路 那么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在这一段 就是为了发展 那么把这个灵力 变创这两个阶段 合起来 是一个走的 什么样的路子呢 就是走的 继承和发展的路子 几十年以来啊 我就提倡走战的路 我觉得学习书法 这个路子是唯一正确的 继承 就是继承我们前任的东西 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 发展 就是根据当前的时代 必须将于发展 在继承的基础上 求发展 在发展的前提下 求继承 这是一个变成的方法 这个 那么灵贴 灵贴自然就涉及一个 选贴的问题 选什么贴 零什么贴的问题 我觉得怎么选贴呢 这个 最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 如果小孩初学写字 老师可以指点 从楷书学起 如果是成年人 就不完全强调 从楷书做起 你从行书也可以 从传统也可以 如果你愿意从楷书开始 更好 从楷书开始更好 因为楷书啊 是书法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强调 还是从楷书开始 为什么楷书是 可以说是基础呢 第一 楷书是当前我们 推行的正体字 这个楷书的由来啊 它是从汉利 从战草这么演化过来的 楷书的特点呢 它很正规 很这个端庄 很规矩 很稳健 这个也很美 那么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把它掌握了以后啊 掌握了以后啊 股价掌握好了 把楷书写好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就按启功的话说啊 启先生的话说 楷书烧架活动就变成行书 行书烧架活动就变成草书 所以这个楷书呢 它是可以接受各个书种的这个变化 艺术变化 它不起排斥作用 而且呢 这个练习楷书的过程当中啊 就可以啊 这个严格训练自己的用笔方法 和解体方法 这个用笔方法和解体方法掌握好了以后呢 形成一种习惯啊 将来过得到行书和草书 它就起一个潜移模化的作用 你楷书工地比较好 将来写行书和草书 写出来的东西是比较沉重 比较稳健 不至于飘花 还有很见功力 很见功力 有的人缺乏凯书基础啊 上来搞形书草书 它这个比较飘比较滑 这个就是缺乏内行 所以我们强调 学习书法从凯书开始 还是还是有道理的 没办法 小朋友在这个候写上 OU